哈喽,大家好,我是普尔文 今天又跟朋友过来逛一下 荒村市场 现在整个市场都是很多转 转了以后呢 又有很多人接手 这里是景贵茶叶城 也是比较早的一个茶叶市场 现在这种散的手槽在这边好卖吗 一般般 一般般 应该像宫廷这些的话 就会拿去做小清干吧 都比较多 对 手槽我们应该就 这个手槽应该是比较的 那这个里有喝过吗 没喝过 老是老但是 这种的 中国很难 我还以为这个也是老的 一零一零年的 这个是老的 95年的 哪个 这个95年销饼 春春茶参的 这个 这生茶 95年的 春春茶参的 哪个茶参 哪个茶参 春成 春成茶参 这种是没有包装的是 没有包装的 嗯 这个茶好喝吗 生的还可以 生的 嗯 喝一泡 95年春春茶参的 生饼 这个小饼 看这个汤色的话 应该放的是挺干的吧 嗯 好吃吗 这茶放的是很干净 不要干 应该是不要干 没有湿 没有 茶参的滑对还可以 九几年了 九年了 九五年了 九五年了 因为它这个当时 只有这一批的 你什么时候收回来的 这个很早我们都 应该 原来年组有能够 有时候到这个茶 哦 一直在跟着 但是也是 最后剩下来 这个茶苦底还是挺明显的 嗯 原来内肥是有吗 有啊 有内肥 但油的内肥都掉了 嗯 你看看 油在内肥 油在没内肥 它这个茶参的夜底的香 还是不错的 但是看 看这个汤色的话 就不像九九九起来的 像男的 如果按 如果按照广东 他们的这些 放的茶叶来看的话 像这种汤色看起来就像 零 五六年 零五六年 零五六年 昆明它放的茶叶会比较 哦这个是昆明放的 这个本来以前一直在昆明的茶叶 就是我们说的时候 当时零六年之前都是在昆明的 哦哦哦哦哦哦 因为我这个是问他们产见 这一批是哪一年的茶叶 他说这个就是九五年的那一批 哦 春城茶长听得比较少 八十年开始嘛 他们送一个比较老茶 哦 嗯 本来可是正确 茶叶是不错 这东西 特别是老茶 很难很难说的 很难去判断 太难了 太难了 嗯 特别是这种是很难去判断它 是 但是你如果他们产见了他就知道这个 这个是哪一批的话 他们就 我们是肯定 只不过是 问产见他这一批是哪一年的茶 我们只能对着跟你们说是哪一年的 是这样子 好像 人 刚说的那个参储可能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什么的问题 哪个 这个 超不辛苦 对 时间换组的东西啊 就是前面 前脸炮是不是 对 特别前脸炮这个茶叶 有一股什么味道 那个 会不会是他因为没有这种包装 然后这样放着的 嗯 那应该会放得更好嘛 这是眼包装的 对 摩海茶厂的 对 眼包装的是我看看 看是 这个是哪一年的 应该是2000年左右 2000年左右 应该是2000年 不超过2000之前的 2000之前它是没改制的 因为改制前应该最后一批 就是2000年的这一批 你说的不敢确定的就是这款茶是吧 对 对 我们喝一下 我看个半个 如果是说早期的真的 0 特别是04年以前的 嗯 中茶的 特别甚至孟海茶厂的 很贵了 价格 有一些定制的 它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 嗯 这个仓锤倒是挺干净的 也没有试过仓 嗯 是 玩笑 吐 ach 闭北香气还可以啊 嗯 aa 是啊 哈哈 这个是真的饮腌 这个以前是真的饮腌的 有 它这个腌味不重 有一点点腌味 不管它蒸饺 茶好喝就行 茶这种茶肯定是好喝 而且要买的价格不贵 放得很干净 味道又好 味道也不错 味道也可以 所以茶气又准 茶味也准 还有它的腌心很标准 舌面有微微的色味 有 但是按正常的那种 只要是干擦一点的 都会有一点点色 有 有 舌面硕是可以 泡了很多泡了吧 很多泡了 十几泡了 嗯 这茶也挺耐泡的 它汤感其实很漂亮 嗯 它现在 微水的甜度还挺高的 因为它前面口感 会比较重一点 你看它虽然是淡 不滑 不滑 对但是不滑一个不滑一个 它的那个烟腥味还是在 烟腥味一直保持 从第一泡到最后一泡还是这样子 它这个是 就 比较弱的那种烟腥味 淡淡的烟腥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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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种烟腥味我能接受 一般像 比较重的 比较重的 有点不正常的烟腥味 我会收敛 所以说 不用管它这种 包装 真假包装 嗯 这是从 茶本身来说 它年份有 而且仓储很干净 确实很干净 这款茶的仓储 所以说 老茶水很深 但是呢 只要 呃 不要过分的去追求一些所谓的明星产品 品牌的喝 啊 过分的去追求一些品牌的 如果是只是真正就喜欢喝老茶的 那就找一些价格能够接受 也比较正常一点的价格的 然后好喝的这种老茶 仓储干净的最主要 最肯定的 现在最简直的是干净 对 要不然如果你过分的去追求一些什么 啊 品牌的啊 或是明星产品的 99.9%都是坑 你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茶的叶底还是很均匀呢 仓储 确实还不错这款茶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